好 那我们回到台湾过程团 我们看到这么无辜的30条人民 现在还有呢 48、9人是重伤在烧烫伤病房当中 那么200多人的受伤 这么多的受灾户 那问题要怎么解决 真的是说知识体大也大缩小 其实它也不是太小 但是现在高雄市政府 展现不出这样的一个能力 但是我们说呢 同步要救灾的同时 责任当然也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忘却它 那么现在请教律师 就只有那个融化加华厨 七个基层的员工成为被告 那融化的董事长李某伟没事 高雄市政府包括程局市长开始 也没有一个人有事 那你现在告下去之后 是不是快点让他们 也可以成为被告的对象 被侦办的对象 所以我对于高雄地检署 我也非常不满 你同步侦查嘛 当然融化有责任 甚至于中央部会如果有责任 那么你也要一并侦查 为什么现在独独对那几个人交保 新闻媒体都是那几个人交保 那市长有没有交保 我还主张应该收押禁建 那您了解的熊检的处 接受接case办案的状况 就是这样子是不是 我所了解的就是 如果我没有提告熊检 可能啦 我当然不能说百分之百 可能就上行不上程局 连列入侦查的被告可能都没有 像高雄市政府不是没有半个人成为被告啊 也没有半个人被约谈不止成局 那就是约谈融化嘛 那市政府没有责任吧 为什么不同步侦查同步交保呢 对那律师就专业上面来讲 像你讲同步侦查的部分呢 有难度吗 没有难度 这是地检署的态度的问题 就是地检署就熊检要不要做的问题是不是 那现在都14天了嘛 如果接下来想要办 或是舆论压力给他他终于办 还有证据吗 证据就是确凿的就在现场嘛 根据刑法130条规定 公务员废持植物而量成灾害的 就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最高法院有一个判例 怎么解释呢 说对于某种灾害 有预防或遏止植物的公务员 不为预防或遏止者 就是要负责一条的刑者 那如果以这个构成要件 那陈举是该当这个罪的构成要件 那还有什么法律 为什么地检署没有 第一个时间没有接入 把它列为被告 这是公诉罪对不对 对 所以地检署有权利可以直接做提告 还要我这个律师来 好像有点多管闲事 什么你告人家 有人还说我什么要 要故意要炫耀或者干什么 这个是更可恶 他们的新闻局长说不要政治 所以我去提告是一个政治 我对于政治我是没有偏蓝偏利 你看我这一张 三年前写的这个赫连卡 都一万多张 李登辉的黑金 陈水扁的贪腐 马英者的软角 台湾人的悲哀 出这个蚁养出那个蚁养 就表示我是客观的 没有说我对 对对利盈什么特别要有偏见 所以你律师提告 连高雄市的官员都要说 您是谁在搞政治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江委员 你会觉得蓝军很可怜 这个时候要在他权利的中央地方 中国人民都在协助帮忙 但是只要有是高雄市政府 看不顺眼或高雄市政府 觉得对他比较不利的讯息部分 那就是政治操作 其实这是目前台湾政治发展上面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当然对蓝军来讲 或许也是很无奈的地方 尤其在天灾发生的这些地方 或者是有灾民的地方 老实讲蓝你只要刻意讲一些 或许跟容易扯上政治的 那本来对的也变成不对 那可能不想听的 又把你全部混为一谈了 又政治化了 所以其实在目前来讲 为什么这一次我们也可以看到 行政院的整个的做法等等的 其实都刻意的低调 也都不愿意去在这件事情上 做过多的这些表态或者是诠释 不过也还是被骂呀 表示你不关心不关心高雄 让陈菊觉得他很孤单 其实也不是不关心 那我们也看到说 第一时间中央也是认为 该怎么样来做我们就是来做就好了 该做什么做什么 那你地方政府在第一线 你该提出怎么样的需求 你提出来吗 你看当初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台北市的话 那郝龙斌会去怪中央吗 他有办法怪中央吗 之前台北捷运也淹过水啊 那时候是马英九 马市长的时候 他也可以把第一时间推给中央 他能推吗 他也没推啊 那时候中央也没帮助他 所以其实到底是中央跟或是地方谁的责任 我觉得这个大家心里都有一把尺 没有错 可是现在就是因为台湾本身这个北蓝蓝绿的这一种现况 让这件事情我们不想再去把它政治化 因为政治化之后可能会恶化整个事情的调查 真相的调查这些等等的 所以这个正在台湾当然需要一点时间也需要一些证据 我们希望最后调出来是真相 可是我觉得说这个事情不管你从哪里看啦 司法上一定有人要负责啦 行政上也一定有人要负责啦 虽然说我们觉得气暴的原因好像很多不同的因素造成 可是只要一一去厘清 我相信只要刚刚讲的这个地检署 他详细去厘清的话 一定有厂商的责任 也会有地方政府的责任 甚至也有厂商政府的责任 没错 但是我们希望把它赶快把它厘清 是哈 厘清很重要 那么是高雄地检署 你想不想把它厘清咯 对我回来 谢谢